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清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235集 康伟都是有正经单位的人 邵家也不可能叫家里的独苗苗放养啊 邵光荣都是晚上出没 因为白天她要上班 她的出勤率可比康伟要多呀 工作也比康伟认真 这套单身宿舍嘛 也算邵光荣凭本事分道 小小的套衣 卫生间和厨房有 一个大单间 并没有单独的客厅和饭厅 当然邵光荣基本上也不在家里开火 要不是吃食堂 要不是回家 或者和朋友在外面聚餐 公羊拿着工具 没一会儿就把房间的尺寸量出来 厨房5平米 卫生间6平米 房间是21平米 外面的阳台是4平米 除了没有客厅和饭厅 厨房和卫生间 以及房间的大小 其实都满足居住的条件 单身狗不要客厅 回来也是往床上一躺就完事 结婚了 小两口能这样吗 夏小兰还是想给房子重新布局规划一下 如果邵光荣对做饭要求不高 能不能把厨房搞成半开放式的 开阔空间 让房子多个饭厅 这对抽油烟机的要求挺高 八四年国内肯定有抽油烟机了 国产的没有 进口的也有啊 但抽油烟机的效果如何 夏小兰还得去考察一下 邵光荣的房子预算不如康伟家多 好在面积也不大 当然 别管房子大小 厨位都是同样花钱的地方 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来挑一个 邵光荣连杂志都不翻 他不分啥风格 只要能用一万块钱装得好看就行 夏小兰知道他预算没有那么充足 肯定也不能像康伟的房子一样 挑贵的来 小户型是比较考功夫的 就算后市经验丰富的装修公司 也是挑战 邵光荣的这个套衣 就是标准的小户型 算上阳台 实际使用面积才36平方米 一万块多吗 在84年肯定算多的 毕竟城镇职工普遍的工资也不高 物价上涨是85年以后的事 物价上涨才是工资上涨 85年以前的一万块肯定很多 但要说在装修上 一万块投入进去也掀不起太大的水花 普通的装修不过是刷刷墙贴贴地砖 买个现成的三门衣柜一百多 衣柜如此 床又能有多贵 夏小兰要的装修更偏现代化 大头就是各种电器的使用 一万块 要让邵光荣满意 还能让刘勇赚到钱 那就得看他出的方案是否够好 夏小兰一个半调子水平的 都快被逼成专业的家装设计师 他不上没办法呀 其他人和他一比 更业余 这时候离国内最近的 可能就是香港才有干这行的 那刘勇能请得起香港的设计师吗 只能由夏小兰先顶上 等刘勇那边培养出两个能接手的 他就能撤退了 夏小兰有时候甚至想 自己考大学 干脆学建筑 让邵光荣打听清楚 现在能不能买抽油烟机 他才开始设计方案 也是巧合 国内自主研究的 适合国人烹饪习惯的抽油烟机 今年才刚在护士那边生产出来 第一批只有六百多台 六百多台自然是不够抢的 夏小兰直接放弃了买国产的 第一代抽油烟机 还想他能多小巧精美吗 邵光荣家的装修预算 必须预留出一部分来买进口抽油烟机 夏小兰又带着公羊一起讨论方案 公羊还挺感叹 你真没学过美术啊 你要是学一学 根本就用不上我 夏小兰哪有那闲工夫学美术啊 加班加点熬了一天 同样是两套效果图给邵光荣看 邵光荣有点呆 他说装修房子是自己心虚 是要给夏小兰贡献生意 没想到设计图一出来 邵光荣还真的很心动 厨房打一个缺口 这是个桌子 是个吧台 反正你做饭的要求小 这个吧台能满足平时用餐 还能在朋友来的时候 有个喝酒聊天的地方 台面下能储物 你能用来放酒 阳台夏小兰不打算封起来 重新装修下 能把洗衣机放在阳台 厨房一打通 房间的空间是真的变大 夏小兰在原本21平方米的 大开间里搞出了个小客厅 邵光荣对这些不懂 他就知道看起来好看 住上这样的房子 花一万块也值啊 一万块钱能撞出来吗 尽量吧 邵光荣不如康伟有钱 夏小兰就要尽量替客户节约钱 养人的房子都有集中供暖 这方面倒不需要夏小兰去投入 不过家里的插座要预留够 好些人家的装修都要用小十年 空调之类的电器 康伟和邵光荣家 肯定会是低脾接触的时髦者 总不能到时候再凿开墙埋线 安开关吧 最好是首先就预留着 免得以后折腾 问清楚抽油烟机的价钱后 刘勇给出的报价是 九千八百元 夏小兰觉得会超出 不过两千以内对邵光荣也不是难事 他要莫名其妙把自己的单身宿舍花上万块装修 邵家肯定不给钱 要是房子都装完大半了 还差个两千 他家里能不结这账吗 夏小兰问要不要让他对象看看 毕竟是婚房 单身的邵光荣呵呵笑 他都听我的 我选的他都喜欢 反正他看着装修的效果图很满意 等房子装好了 他就要搬出来自己单过 还没影儿的女朋友 不需要啥意见 要是不喜欢他家装修 他就换个女朋友 总有和他审美一样的嘛 邵光荣这单排在康伟家之后 夏小兰没想到多在京城待两天 就多了一桩生意 刘勇当然也干劲十足 宫阳也是莫名其妙 刘勇带来的两个工人 听说还有活节 他们也高兴啊 回商都也不是天天都有活 刘勇要监督着康伟家的水电改造 电的方面 不能让他领着两工人瞎搞 得由专业电工来 康伟还能找不到专业电工吗 咋说也在油电部上班呢 油电部是管油证和电信的 贤职归贤职 他也是不伪的人 找个电工并不麻烦 周成说让夏小兰在招待所等 他要是能请到假就回来找他 团里刚吃过夏小兰送的羊 这个假能不批吗 周成也就只请半天 晚上熄灯前必须回部队报到 夏小兰在招待所复习 听见有人敲门 他就猜应该是周成 拉开门一开 高个子投下一片阴影 可不就是周成吗 明显不停转习 之后 稍微垫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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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